台鐵昨天接獲了花蓮衛生局通報 有一名確診的旅客 曾經搭了278次的泰魯閣號 從七堵座到花蓮 座位還從8車換到了4車 花蓮縣政府代理秘書長張一華向武證實說 這名工人採檢之後等到第三天都沒接到通知 他是自認為沒事才去搭火車 指揮中心也做出了回應 未來採檢之後陽性會盡快的通知 陰性將會在健保快一通可以查得到 就是在採檢後 那通常這個就是採檢單位 就會給這個病患 就是一份這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及個案處理流程 還有採檢後應注意事項的一個 一個通知給這個個案 那他這邊就是講說 希望採檢後三日內 需要遵守一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 他最重要的就是排在第一點 就是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及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 且外出時應全程佩戴 醫用口罩 所以剛剛講的是有一位 民眾他在18號採檢 那如果依這個規定 他應該21號 等3天完畢之後 那才能夠 搭乘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當然不信他20號就 就有搭乘 所以 有關這個 也有 也有瞭解他是在 台鐵上面有換了車廂 所以我們現在 除了台鐵對外 發布就是他在8車10號跟4車10號這邊 都有待過之外 那另外我們也會 邀請台鐵這邊 希望能夠如果有 目前已經做這個實聯制的話 那可以通知這2個車廂的民眾 那特別做自主健康管理 說陽性的我們一定會及早的來通知 但是陰性的 讓他要等3天 確實也造成一些困擾 可是事實上在整個陰性在現在的量 這麼大的時候 要足以的來通知 也有他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請那個健保署 跟機關機關署 這邊來合作 那未來我們檢驗的結果會上在健保 會在健保的快移通的資料裡面來顯示 那這樣子就不用足以的來打電話 但是陽性的 我們還是會足以來通知 那陰性的話 就可以在健保的快移通 可以查到自己的一個資料 那這樣會降低 這樣等待期跟焦慮感 組織中心今天還公布了 確診者的人數在屏東 出現了首例的確診 這是一名退休人員 縣府發現他的足跡 是參加了北部一日遊的活動 到過萬華一間鵝肉店吃鵝肉 感染之後 事後又參加了不少活動 屏東縣政府已經針對了 相關的處所來進行消毒 並且匡列了五位接觸者來採檢 進行居家隔離 其中一例 在屏東的一個鄉親 65歲的一個鄉親 到萬華旅遊 然後在5月8號到萬華旅遊 5月10號回到屏東之後 一直到5月20號 自行去到醫院採檢 採檢當中5月20號馬上就已經確診 那麼5月21號在今天公布這樣的一個確診 3037案例的足跡 來經過的這個地方 屏東縣政府已經完成了所有早上已經完成所有的消毒跟相關的隔離框類的措施 連續今天到今天為止本土病例都已經破百例 而今天本土病例更達到了312例 全國第三級的警戒大家都很關心會不會升級到第四級 而今天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再次的強調說 全國目前就是維持三級 也目前絕對沒有到第四級的可能 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再度強調現在是全國是三級 那沒有所謂的一個四級 大家就在三級的警戒裡面 把各自分內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那至於提出來 就當初在定這個四級之所以不是只有用個案數 還加上一個 所以一個沒有50%以上是沒有傳播鏈的 那現在大致常中間算起來 大概都不足四分之一 如果依據疫調 這樣的一個每天這樣算下來之後 不足四分之一 那隨著一個時間稍微一點的時間的話 像我們今天大概是算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過個兩天 就有一些的關聯性就會出來 所以目前來講 絕對沒有要到四級 所以請大家也不要用這樣子 有人在以而傳了那這樣就不好 現在看起來臺灣的疫情 擴散得非常快 大家都在問說 那疫苗呢 後續的疫苗陸續的會到位嗎 今天傳出來一個消息 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 因為指揮官陳時中 在今天跟美國的衛生部長 舉行了視訊會議 那到底雙方談了什麼 有沒有關於到有關疫苗 什麼樣的種類什麼樣的數量呢 對於現在最需要的疫苗 美國有沒有做出一些具體的承諾 我們來聽聽看陳時中自己怎麼說 那今天早上跟美國的衛生部長 Basera 我們開了一次的視訊的會議 那美國當然顯現他們對臺灣友好的 一個態度 那對我們參與國際 世衛組織 相關的國際的組織都重申 他們表達支持之意 那也對臺灣過去一年在防疫上的努力 跟全球的貢獻表示肯定 那在我們這邊 我們當然跟美國也提出來 這有關於我們在去年 就簽了E-way的 E-way的MOU 相關有講到一些的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 相關的E-way合作能夠加強 但重要的我們也提出 在臺灣現在的疫情 是升高的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急需能夠有一些的疫苗 希望他能夠在這 即將要釋出的疫苗裡面 給臺灣予以支持 那美國這一方面的部長 也與就是說 對於友邦的支持 那是一定會的 所以他還是回去 會跟他們的總統報告 整體的分配的時候出來 一定會考慮到臺灣的需要 再來關心到 臺北市的聯醫系統的和平醫院 確診人數增加到8人 不過昨天有護理師爆料說 指出說呼吸照護病房的助理 在5月16號確診 不過礙於人力的問題 所以病房接觸者 並沒有全數的匡列 甚至還導致同病房的呼吸治療師 因為自己覺得有症狀 結果才去做採檢 卻發現自己確診了 不過稍到指揮中心做出了澄清 表示說都有第一時間來做匡列 因為證明呼吸治療師 因為確診之前 他有接種過AZ疫苗 隔天發燒 需要觀察兩天 說是不是接種疫苗的症狀 後續的後遺症 結果事後才進行了 第二輪的採檢才確診 否認是因為人力的問題 而沒有匡列他 和平醫院的部分 昨天有跟大家講 就是說 除了他原本的這個院內 傳播鏈 有總共5名的這個患者 應該說4名患者跟1名看護之外 另外有在擴大全院篩檢的時候 有3個員工確診 這3位都有萬華的地緣關係 那但是跟前面的傳播鏈沒有接觸 時 那這其中呢 就有一位是剛剛這位媒體記者 所說的一個病房助理 那這個病房助理 他是5月11號開始有輕微的症狀 那在5月16號的時候 因為在擴大採檢的時候有確診 那這個時候因為他確診 我們有話 我們其實上這個防疫單位跟院方一起合作 有匡列的第一圈跟第二圈 那在這個第一圈第二圈其實出 初步的這個篩檢事實上都是陰性 不過其中有一位這個呼吸治療師是 劃在第二圈我們叫做風險對象 那他因為這個剛好在5月14號 有接種過AZ的疫苗 從5月15號就開始有發燒喉嚨痛的症狀 所以那個時候事實上是因為有這個疫苗 出現了一些相關的症狀 那我們的SOP是要觀察2天 那之後因為他的症狀仍然持續 到5月20號的時候再進行這個 第二輪的這個採檢的時候 又驗到陽性 所以這個部分那他現在目前因為 這一起的這個事件呢 有額外匡列這個呼吸治療病房的這個 34名的員工都列為這個風險 對象 其中有5人 另外有5人是需要列居家隔離 那目前這個病房會持續這個不進不出 2週來做裡頭的一些管控 那另外跟他相關的這個4名的員工也會 不是同病房那是其他病房的員工也會 跌入這個居家隔離 但是剛好